沙巴亚币开布以来已经有超过一个世纪的历史 在那里有一条广为人知的百年老街 那就是嘉雅街 最初嘉雅街的店铺都是由华人经营 每逢春节飘散浓浓的年味 嘉雅街后来南底发展的洪流一度陷入冷清 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 亚币市议会决定要振兴这条老街 特别在每个周日开办市集 就这样 嘉雅街开始由许多当地的土著和华人摊贩进驻 一起在这条街上共存共荣 也让它成为了亚币著名的旅游景点 现在让我们跟随记者徐翠芬 庄志高 宋万诚的脚步 到嘉雅街走一趟 感受这条平凡不过的市集 蕴藏着多少非凡的故事 明媚的星期天 八点字日报设置队前来亚币嘉雅街周日市集 匆匆热闹 嘉雅街是他们土著跟华人每一个星期间约定 营业的历史已经三十几年了 人生逼不熟的设置队出到亚币 特地找来了当地朋友Jeklyn充当一日导览 让她带大家看一看 这条长达500米的周日市集 究竟有什么特别的人事物 嘉雅街首站 设置队就被带到这个百卖土产食品的档口 而且告诉你 这些土产只有在沙巴才买得到哦 脆皮发生了 就是我们用我们本土自己种的花生 然后过后就他们拿去炸 只有就是一个家庭在做 所以每一次礼拜天 他们都会从古达小石镇带下来 这是沙巴北部重镇古达特产的脆皮炸花生 无论是当地人还是游客都非常暗示 不过这一包人见人爱的花生 倒是有个不太讨喜的名字呢 客家花他们有些人叫它就是帕高西 帕高西 百个 死 虽然街上多是当地土著摆摊 但浓厚的新年气息依旧不减 沿着市集走下去 才发现通街都是新旧交替的风景 无论是新潮的生意点资 还是传统的老行业 都能够在这条街上摆花起放 白满老西滴的档口 布满岁月痕迹的CD播放机 老哥的旋律响起 都是让这条老街掉入怀旧的漩涡里 沉浸在怀旧情绪之中 杰克林特地带着摄制堆 走访这一档摆卖五金工具的地摊 他们在这里经营已经三十几年了 从嘉雅街周日涉及开始营运着金 这家人就一直风雨不改的 每个周日都在这里摆摊 卖的并不是工具 而是那一份只属于嘉雅街坊的人情味 收着摊子三十载 岁月早已在老板的脸上留下痕迹 嘉雅街许多摊胃 多年以来也都是同一张脸孔 就如这个书法摊子 摊前写着我怕太太四个大字 已经是当地人习惯的一道风景 而且这位书法家 居然是自称黄波罗的印度大兄 这位幽默的印度大兄 虽然没有受过华文教育 但自小就对中华文化有浓厚的兴趣 写的一首好书法 在经历生意失败的人生挫折之后 他决定重提毛笔 将自己的兴趣发展成为毕生职业 说完他直接献给设置队两个大字 在人生中跌倒 这位印度大兄却能够重新站起来 带给人们震撼人心的书法作品 对他来说 还有什么难题是无法克服的呢 趁着新年祝福大家 能以无畏的精神战胜来年的挑战 公司发展